当地时间11月1日 英国的《太阳报》、《每日邮报》以及《静报》 都发布了一条相似的消息 那就是他们得到了一份所谓的 克里姆林宫方面泄露出来的文件 声称可以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健康出现了问题 他现在患有两种疾病 正在与病魔作斗争 《太阳报》的报道说 现在来自俄罗斯方面的电子邮件证实 这位70岁的老人已经被诊断出 患有胰腺癌和帕金森综合症 英国媒体也发布了相关证据 比如说普京在视察部队的时候 手背上有非常明显的静脉注射的痕迹 普京经常使用各种重度肋固醇和创新的止痛注射剂 以阻止他最近被诊断出的胰腺癌的扩散 而使用大量的药物的后果不仅引起很多的痛苦 还出现了面部浮肿以及其他的副作用 包括记忆力减退等等 此外还有传言称 除了快速扩散的一线癌 他还有可能患有前列线癌 《静报》给出的证据是 今年4月的时候 当普京和国防部长谢尔盖 少依谷面对面谈话的时候 他看上去很不舒服 用手紧紧地抓住了桌角 似乎是在努力地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而这样的情况还在之后出现了多次 比如7月的时候和俄罗斯联邦航天局的首席执行官 优理·鲍里索夫交谈时也是如此 而且在公开露面的时候 他也总是气喘吁吁的 给人的感觉是精疲力尽 在所谓的文件出现前 普京的状况就已经引起了他身边人的担忧 根据上周的报道说 普京出现了销售和持续咳嗽的状况 此外还有食欲不振和恶心等一系列的情况 而根据另一个内部消息称 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 被视为强人的普京 体重减轻了差不多有16斤之多 普京的健康问题也引发了 人们对俄乌冲突升级的担忧 很多人都担心疾病会影响普京的判断能力 进而下令使用更为可怕的核武器 多年以来普京的健康状况 一直是西方情报机构关注的焦点之一 根据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前处长 好